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人梁卓蕊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要來為大家解析 我們全新的跑鞋開箱 在我身後呢 這是帶來的四雙跑鞋 那這四雙跑鞋呢 價錢區間大約落在4800元到5900元之間 算是我們在跑步定位當中的中高階跑步鞋款 但我帶來的這些跑鞋呢 都是沒有碳纖維版的 就讓我來一一介紹今天的選手登場 各位觀眾又回到我們的跑鞋開箱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一款 不是這一款 一次帶來的四雙跑鞋 那這一次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啊 價錢區間大約是落在4800元到5900元之間 定位來講應該算是比較中高階鞋款的訓練鞋 但因為我今天帶來的這些鞋款呢 都是沒有添加碳版的中高階訓練鞋款 所以等一下呢 就讓我來一一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幾雙大概是我穿著這兩個月以來 訓練有一些心得的分享 想要來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解析 OK 那我們就來介紹今天的選手登場 來這雙愛迪達 Takumi Sen 第八代 2002年第四季上市定價5290 接下來就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我這幾個月穿著它的實測心得吧 首先呢 Takumi Sen 第八代 其實我們在之前幾支影片有介紹過 那外觀的特點呢 我再稍微跟大家複習一下 它一樣搭載了這個 Energy Ross 這個玻璃纖維的推進爪 那在前面呢這邊有挖孔洞的設計 讓它在滾動的往前的腳感上啊 會有不自覺的就被往前帶動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穿著 Takumi Sen 第八代 跑在柏油路平路的感受 那其實它是一雙比較博底的跑鞋 所以在實際腳感上啊 你會覺得接觸地板的這個面積 這感受度是比較直覺的 因為通常我們現在穿習慣厚底的跑鞋 在落地的這個紮實程度來講 可能會讓中底幫忙吸收很多 那在 Takumi Sen 第八代的腳感上 你就可以感覺很明顯的 扎實的落地之後推進感受啊 是很明顯的這個 往前推進的效果是很直覺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落地點 因為在它落地的這個腳感啊 它在足跟差大概 比較沒有這麼厚的情況下 落地的扎實程度 會稍微覺得 潰縮的腳感比較明顯 所以這跑平路的感受啊 老實說 我覺得它跑速度的話還蠻不錯的 那跑長距離的話 有可能會因為它的底比較薄的關係 在長時間下來 你會覺得肌肉比較疲勞一點 因為落地的感受啊 需要比較多的肌肉去參與支撐 那跑在PU跑道的感受呢 會因為 Takumi Sen 第八代它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踩在PU的這個材質上 會覺得稍微比較軟 肌肉的支撐會來得相對於薄油來講 不需要這麼多的支撐穩定 但在往前推進的這個感受啊 跑速度的感覺也是非常暢快 因為它底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操控性非常好 你會覺得貼合地板 往前推進的這個感受非常紮實 它跑在上坡的感受啊 在落地很紮實的這個腳感之外 你會感覺在離地之前 後跟會有很明顯 被往前推進的效果 所以在跑上坡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鞋子的加乘作用 讓你跑起來在上坡的感受 不會完全覺得只有你自己 在對抗地性引力 往上坡的感覺 反而是鞋子可以給你一個落地支撐之外 很好的往前推進的感受 但相反的 因為下坡 它的底是比較薄的 所以跑起來這個落地的穩定啊 或者是緩衝能力 就相對來講沒有這麼好 那至於它適合什麼樣的訓練內容 適合推進給什麼樣的跑者 請大家繼續看下去 這雙Suckney Endorphin Speed 3 Shell防水版本 2002年第四季上市 定價5890 這雙跑鞋呢 也就是前陣子大家看到 騎爬跑之的這雙跑鞋 沒錯 這雙鞋其實我穿著它呢 也經歷我們當時候去日本出國 然後回來也跑了幾次的 輕鬆跑的長距離訓練 那我覺得這雙鞋的定位啊 算是蠻特別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Endorphin系列它家族 其實有一個更頂級的是Pro款 那Speed款呢 它是使用尼龍版的設計 那Pro款呢就是碳纖維版 所以其實整體設計是沒有太大差異 但是裡面使用的這個推進板的材質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就是一雙僅次於碳纖維版以下的一雙訓練跑鞋 因為它的推進感受 沒有碳纖維版感覺這麼暴力 那這平路啊 也就是我們剛跑的這個柏尤路的表現啊 我覺得它算是一雙非常中規中矩的跑鞋 它使用的這個PowerRound Plus的這個中底材質呢 落地的腳感非常非常的Q彈 我覺得跑起來呢 扎實程度在落腳的感受 1到10分 我覺得大概有7.5分這麼高 那這個腳感呢 在落地的這種狀態下 往前推進帶動尼龍版的感受呢 是我覺得稍微溫和了一點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剛開始跑步的跑步新手 或者是你的成績沒有到非常TOP 可能半碼在兩個小時以外的跑者 它是一雙在平常 非常適合拿來訓練的一雙跑鞋 那我們剛才也使用它呢 去參與了就是P5跑道的這個跑桿 因為它這個中底比較Q彈的腳桿 所以其實在跑P5跑道會覺得 稍微有一點點的穩定性沒這麼好 我覺得在落地的感受 會覺得有點太軟陷下去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它的往前推進的效果還是存在的 所以腳桿上就有點感覺 像它跑在P5的時候 落腳的時候很Q彈有點陷下去 可是它又可以帶給你一定的回饋程度 所以我覺得定位來講 我比較喜歡它跑在波遊路的腳桿 那在跑上坡的感受呢 也可以感覺到這個尼龍版的推進效果 但是在我們今天四雙跑鞋裡面呢 我覺得它在上坡的這個推進感 大約只排名第三名 如果一到十分的推進感受的話 它在上坡我覺得大概落在 4.5到5分左右 就是有一定的推進感受 但不會覺得很暴力操控不住 OK 如果想了解 這雙鞋到底適合什麼樣的跑者 繼續看下去 這一雙HOKA 馬赫5 2002年第三季上市 定價4800元 換我了 馬赫5這雙跑鞋 我覺得算是這幾雙跑鞋裡面 我跟它的實際穿著時間 或是跑的距離是最長的 偷偷說啦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雙跑鞋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馬赫5的定位呢 它跟HOKA的幾雙其他鞋款 是比較不一樣的 HOKA這個系列也算是 這幾年來說 在跑界或者是鐵人界 越來越多愛用者出現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HOKA這雙跑鞋 它像是其他的Clifton 或者是Bondi系列 都是比較緩正 或是比較穩定型的跑鞋 但馬赫5這雙跑鞋呢 就完全走出它自己的一條路線 跑起來呢 非常的輕快 而且它整體的重量 大概230幾克的重量來說 腳桿上 你會覺得它可以非常貼合你的腳桿 跑起來的這個感受度 我覺得是非常輕盈的 那馬赫5在跑平路 就是柏路的表現呢 它的腳桿啊 落腳 像前幾雙介紹的 或是現在 四面主流的跑鞋來講 可能緩正能力很好的這種跑鞋 在踩在地板的這個剎那呢 你可能都會覺得有一點點 行程要往下溃縮 再回彈的這個時間 那我覺得馬赫5呢 它這個中底的設計 就是非常剛好 在往下踩的這個瞬間 你不會覺得有太多 就是需要往下支撐的時間 馬上就會給你很好的回彈感受 所以在跑起來的感覺呢 你會覺得很輕快的一點點快縮就往前推進 所以我才會說 它在跑平路表現啊 是我覺得一雙非常輕盈在 柏路上很好的跑鞋 那馬赫5在跑PU跑道的這個腳桿呢 因為PU材質是比較軟一點的嘛 所以 它的快縮程度沒有很明顯的情況下 在跑PU跑道 我覺得是一個蠻扎實的感受 因為 像我們穿到另外幾雙鞋 比較厚底的這種情況 你就會覺得它往下線的感覺蠻明顯的 PU的力量會把你吸收掉 但馬赫5的這雙鞋呢 它往下落地支撐 其實我覺得很快就會回彈給你往前推進的感受 所以在跑PU的材質 相對於跑步的路來說 我覺得它會是比較舒適 然後也很Q彈的感受 那如果跑在步的路呢 就是比較扎實的腳桿 最後 它在跑上坡的這個感受呢 我覺得是稍嫌可惜 因為這雙鞋呢 是沒有搭載任何推進板的 可以看到這麼軟 所以在跑上坡的時候呢 光透過它這個往下支撐回彈的這個感受呢 在跑上坡的時候 你會覺得推進效果蠻有限的 還是需要靠著你自己的力量 把身體往前帶 才有往上推進的這個感覺 沒有太多的往前推進的效果 這雙鞋呢 為什麼說是我最喜歡的一雙跑鞋呢 記得要繼續看下去 對了 現在的Youtube的影片呢 它的機制啊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多按讚 或是留言互動 會讓我們的影片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趕快按讚留言 好 我們就進到最後一雙跑鞋 這雙 亞瑟4 Superblast 2023年第一季上市 定價5980元 沒錯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支 哈密瓜Superblast 這雙亞瑟4的跑鞋呢 人如其名啊 應該說鞋如其名 它就是這麼 Superblast 超級Q彈 那這次的中底材質呢 它也是使用這個 FF Turbo 那兩層的這個中底 是輕量化 又加上非常Q彈 之前以往啊 這雙鞋的這種中底材質 都使用在最高階的 這些碳板鞋當中 那就是它也下放到訓練鞋當中 也有這樣的Q彈中底設計 但它裡面又沒有加入 就是過度推進的這些推進板 所以其實跑起來啊 你會覺得感受上 腳感是非常非常的Q彈的 那這平路啊 跑柏路的這個感受啊 實際跑起來當中 它的底其實是比較厚的 它大概有4.5公分左右 那在實際跑起來的腳感呢 你會覺得它的落地感受 緩震非常的明顯 踩下去的空間 你會覺得很Q彈 但也因為這樣 它的厚度比較厚的關係 其實跑起來 你會覺得落地當中 很Q彈的當下 潰縮的這個感覺 會稍微明顯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 往回推進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的有感的 尤其在平路跑到後段啊 大家如果看畫面 應該看得出來 我有點會把它定位成 無腦跑鞋 怎麼會這樣講 其實剛我們攝影師跑的時候 也有發現 為什麼看起來我的動作好像 你剛說我這動作怎樣 腿伸的不一樣啊 角度不一樣 就是 我自己感覺啦 為什麼我說無腦跑鞋 是因為它的落腳啊 太過於安定穩定了 所以你會很放心的把 落地的這個動作交給它 以至於跑步動作看起來 我好像有點 就往前甩腳 沒有要很主動的往下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很放心交給它 很穩定落腳的感覺 但也因為這樣 其實在平路的這個感受啊 我覺得它就蠻適合拿來 當做一雙長距離訓練當中 很適合拿來 升任LSD的跑鞋 因為你在跑到後段 有可能會因為肌肉 已經開始沒力的情況下 那有這樣很無腦的跑鞋 就可以讓你 只需要趕快持續的抬腳 把身體往前推 落地 或往前支撐的這些階段呢 都可以很放心的交給鞋子 來幫你處理 所以我覺得在跑平路的感受 算是一個 我覺得對它評價還蠻高 很適合拿來做平常 長距離訓練的一雙跑鞋 而且重點是它看起來 雖然這麼厚重 很大雙 但實際的腳感其實是非常輕巧 那這雙Superbles第三代呢 在跑PU的感受啊 其實PU材質相對比較軟一點 那我自己會覺得在跑PU的時候 因為它底比較厚的關係 會感覺操控的穩定性來講 稍稍微微的有一點點那麼不穩定 因為在底比較軟的情況下 再加上它的這個竹根差的厚度 會有一點點在跑彎道轉彎的時候 會覺得控制性 就是你會覺得 離地距離有一點遠 會有一點不放心 這是我感覺啦 跑速度在比較PU這種軟材質上面 那我自己的解決辦法 就是稍微把鞋帶細緊一點 因為它的 炫頭來講 它的鞋底 鞋裡的那種空間感是還蠻足夠的 所以綁緊一點 對於在過彎的這種感覺上 是比較紮實的 那其實在跑速度的感受上 在PU算比較軟的材質上 它還是可以帶給我還蠻好的這種回彈感受 那在跑上坡的表現啊 是令我最驚豔的 因為這雙鞋底比較厚的關係嘛 其實我本來會認為 它是比較偏笨重的感覺 但其實在實際跑上坡的這個感受啊 它卻是今天評測的這四雙鞋裡面當中 推進感受最明顯的 我覺得也就是因為它這個中底的這個材質 所至啊讓它這個推進感受 在落地之後往前回彈的這個感覺 你看其實它往下很大力壓 其實是折不太下來的 所以它往前反推的這種感覺呢 是很明顯的 我覺得它是一雙在跑上下坡的時候 會感覺推進效果最明顯 也最有幫助的一雙跑鞋 那在下坡也是 因為它的落腳其實低很厚 緩震效果很好 你可以很放心的把穩定緩震這件事情 全部交給跑鞋 最後就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覺得今天開箱的四雙跑鞋呢 分別適合什麼樣的跑者 以及什麼樣的人適合選什麼樣的鞋 來做不一樣的訓練 第一雙介紹的這個TAKUMI SEN8 我覺得它是一雙在現在的跑鞋市場來說 算是如出一側 是這樣使用嗎 就是它已經是少見的薄低跑鞋 所以這個腳感這個感受度上 一定是四雙跑鞋裡面操控性感覺最好 因為它離地板面積最接近 所以實際跑起來的感受是最好的 那第二雙索康尼的這個SPEED3呢 我覺得它的定位呢 我比較推薦給新手跑者 因為它的這個穩定效果跟推進感受 是比較溫馴的 但是它是一雙我覺得很全方位的跑鞋 不管你在平常訓練當中 或是要跑一些比賽來講 對於新手來講 都是一雙非常適合推薦給你們的跑鞋 那下一雙呢也就是HOKA的這個馬赫5 這雙鞋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去一趟旅行 只能選擇帶一雙鞋出門的話 我可能就會選擇馬赫5出現 因為它是一雙我覺得非常適合 平常在訓練當中 或是真的要拿來它比賽 我覺得都是一雙很適合的跑鞋 因為它的腳感非常的輕亮 跑起來非常的Q彈 它是一雙如果只能選一雙出門 我的首選 最後一雙亞瑟士的這個Superbless第三代呢 我的定位它可能會是一雙 我今天跑了很多課表 有點疲勞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穿著它去執行一些 比較無腦的長距練習 或是稍微不用這麼專注的課表 它是一雙你可以很放心的 只要專注在呼吸這件事情 其他事情完全可以交給它就好的一雙跑鞋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正式雙鞋的跑鞋啦 不知道大家對於正式雙鞋有什麼心得 也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但如果你想看更多其他跑鞋開箱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建議我們鞋款喔 對了 我剛剛手邊其實還有拿到兩雙新的跑鞋 一雙是Ultra 一雙是HOKA新推出的Clifton 9 接下來呢 也會在下一集評測影片推出 我是你的家長隊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訂閱訂閱幹гр 然後翻分享開啟小鈴鐺